大家好,我是瑞姐,这里是北京二环里一个小公园,在周边居住的一些老年人,有的生活不能自理,或者部分不能自理,家人就为老人雇佣了保姆,来照顾他们的起居。 在这里遇到一位甘肃大哥,来照顾一位83岁的大爷,他在雇主家都做哪些工作,每月给开多少工资呢? 我听后,有些惊讶,这位雇主还真和别人不一样,不信您听听。 机械,你们用塔雕啊,摇摆机啊,杂航机啊,我们厂子给出了。 哦,你们是做了一些机器的。 对,对,对。 建筑机械的? 对,建筑工程机械厂。 您具体做什么了? 小手推的,就一个主任。 普通的人。 您哪一年来北京的? 五三年。 五三年就来了,志愿北京建设。 嗯。 您老家哪的啊,大爷? 河北,衡水。 衡水的? 嗯,五强县。 您当时工作的时候收入高吗? 五强县。 没多少。 没多少是多少? 我够惨的。 怎么说? 五千八? 怎么惨的? 对,对,对。 老玩家也带给你五千八。 说上,咱俩上一天半给多少钱呢? 对。 哦,现在推薪金五千八啊? 还不是。 哦,那还挺好的。 还挺好的。 还不错哈。 啊,生活挺好的现在。 我现在生活够,挺好的。 这不是。 哦,跟哪儿女一块生活还是单独? 我打过。 怎么在请呢? 打过。 家里请了。 哦。 伺候她的。 哦,是啊。 你怎么照顾我呢? 你别。 真的假的? 你怎么照顾我呢? 干嘛? 真的? 你什么时候照顾我呢? 对。 我一个。 我一个。 我饿会儿来的。 您真是来照顾她的? 我来的时候她走道都走不了。 你还不知道走? 身体不好? 身体不好? 她身体好,她一直是喝酒喝的了,摔了一下,老根。 哦,摔上老根。 我来的时候她左腿不行,她一直扶着她走。 哦,早上起来她上厕所,我都,她上完了,我都上厕所没法她。 她走啊,怕她摔了,我就一直看着她。 哦,没有老伴了? 她没有,她老伴去世了。 哦,你住在她家哈,管吃管住? 管住,管住,管住,都是后工呗。 做饭啊,什么? 做饭,洗衣服,打扯卫生都是我。 都是你? 北京的老头老太太她吃饭跟我们老家差不多。 是吧? 嗯,她都是吃的都简单,主持就是馒头面条。 哦,她就不一样了,她早晚都吃的点心,中午就吃一股米饭。 哦,晚上呢? 晚上还是点心。 点心啊? 嗯,这么喜欢吃点心啊? 嗯,早晚都是点心。 不吃菜吗? 菜都不吃,绿菜一口都不吃。 哦,不吃菜啊? 绿菜一个月都不吃。 那吃什么菜,吃茄子什么的? 茄子啊,董花啊,豆腐啊。 哦,绿叶菜不吃? 绿叶菜,除了绿叶菜不吃,其他都吃。 哦,好伺候吗?老头。 还行。 是吗?性格挺好的。 关键是在与人沟通呢? 我这一辈子才是吗? 你看,人问我收入是多少,我真说不上了。 为什么? 我连问这个都不问了。 那您的收入够不够给这个护工的? 您的现在的退休金够不够给护工的? 哦,够不是,是什么? 啊,什么? 他不知道什么? 您几个孩子呀? 我两个。 两个孩子? 一个儿一个。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。 一个在往京,一个在考到考。 哦,那他们的生活条件都挺好的。 他们还行。 那还不错啊,给您雇了个护工。 谁给我雇护工啊? 哦,没有啊。 哈哈哈哈。 不能去这个。 是吗? 为什么? 幸福的晚年啊。 他一说去护工,他不乐意。 他就说,哦,没有啊。 就是跟您做伴的,是吧? 跟您聊天的,是吧? 撩撩撩。 啊,一起撩撩撩。 我现在给他陪了一条,做了手机。 他儿子给我说呢。 教授来说,你看我这80多岁了,我做了来手术都挺好的。 让他说呢,我没说,我没有陪了的,我自个儿好的,挺好的。 教授气道都没话说了。 他为什么要这样? 他老子这样不说呢? 你刚才一说护工的公司的话,他没有。 我没有,其实我不是他儿子负责的。 他家儿子女儿条件都挺好的,是吧? 条件都挺好的。 哦,哦,他的工资他自己拿着,您的那个,给您付的工资是他儿子女儿付? 哦,是这样的? 老年人都这样抠嘛,他以前生活紧张都那么奇怪了。 嗯,他舍不得可能。 舍不得。 嗯,他不知道吗?他应该知道您是他的护工。 他不知道。 不知道您是他的护工。 哦,还不知道啊。 这时候,这位大哥说了一句,做护工是最底层的工作。 然后就转过头去。 做什么工作,都是靠自己的劳动。 对,对。 劳动是最光荣的,不能觉得是最底层的。 我觉得有这个机会,说明您有能力。 而且您对老人肯定也有亲和力。 可是优秀护工。 是吧? 你看,您老街坊都说您是优秀护工。 那我个手气一直。 你看吧。 公园里公认的。 值得尊重。 我这是第二次进他家了。 哦。 我五月份到他家来之后,我不是九月份,我对儿子结婚嘛。 我回老家一趟。 我回家三个月。 来一个护工,他闹不到一块。 他不让护工吃鸡蛋,不让护工吃饭。 他不让喝水。 我来之后,我在家里取过东西。 他儿子说,叔哥,你白走了。 老爷子,他那个护工要回家,你就白走了。 我再找一个,肯定漏不了。 我来之后,他儿子和女儿特别放心,什么事都没有。 哦。 还是信任您。 给多少钱? 以前是五千,现在从四千七给降价了。 哦。 您这个伴还挺好的。 是吗? 您这个伴多好啊,跟你聊聊天溜溜弯。 老了。 一块溜溜弯多好是吧? 我们这个不是。 哦,不是哈。 做做饭。 溜溜弯大。 做不做饭。 做什么饭。 你给他做饭。 我用,我不是用。 哦。 不承认哈。 嗯,不承认。 其实,怎么说呢,老头就是老小孩。 你把他弄好,弄好之后,什么都听你的。 哦。 你弄不好的话,他提起上来,跟你弄不到一块,你什么都干不了。 哦,对,就是。 在于沟通呢。 他喜欢跟你聊。 对。 哈哈哈哈。 哈哈哈哈。 这位朴实的大哥说得真好。 和不同的人对话,要用不同的技巧去沟通。 向来是沟通赢得信任,理解造就成功。 沟通是心与心交流的桥梁,是情感传递的彩虹。 就像暖阳与寒冬牵手,和许了话语的春风。 就像太阳同月亮的对话,和谐了运转的永恒。 月亮凝望的眼神,太阳都懂。 谢谢您的观看。 我是瑞姐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